在现如今的影视作品之中 歌颂爱情往往是离不开的主旨 尤其是那些灰姑娘嫁给白马王子 或是穷小子被附加千金 穷追不舍的情节 更是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欢迎 可这样的童话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极其罕见的 不过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讲述的 这个真实故事却是一个例外 故事中一位农村家庭出身的河南小伙 在高考落榜辍学外出打工之际 不仅娶到了一位日本市长的千金 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更是成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一桩美谈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 希望各位新来的朋友们 可以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说起这一切 我们还是要先从这个农村小伙开始说起 这个小伙名叫胡文斌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一户普通家庭 他的父母只是靠着祖上传下的吉母土地 勉强过活的普通农民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和中国绝大多数父母一样 妄子成龙妄女成凤 希望儿子能够通过学习改变自身的命运 而胡文斌就这样在父母的期盼下 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从小学开始 他就刻苦用功 学校里的老师都十分看好 这个努力且聪明的孩子 都夸他今后一定能成为大学生 于是乎抱着想进入清华北大的信念 胡文斌咬着牙 向父母提出了要转到县高中学习的请求 父母看着胡文斌上进 虽然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但为了儿子今后的前途 他们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最终在东拼西凑之下 他们凑到了学费 将胡文斌给送到了县高中 而胡文斌也十分感激父母的付出 他在达到新学校的第一课期 便决定了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给年迈的父母争一口气 可让胡文斌没想到的是 在刚刚入学第一个月 他便发现了一个令他心灰意冷的事实 原来那时是高中入学之后的第一次月考 在考试结果出来之前 胡文斌信心满满 认为自己就算不是第一名 也绝对是前三 但当老师将成绩单发到他手中的时候 胡文斌却险些崩溃了 因为他的成绩别说是前三名了 就连班级的中游都没有达到 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 胡文斌就算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也始终是赶不上其他的尖子生 因为不仅是他一个人在努力 对手也都在拼命地学习 也正是在这般的实力差距下 渐渐的胡文斌的内心陷入了自我怀疑 在这种状态之下 果不其然到了高考之际 胡文斌落榜了 当得知消息之后 胡文斌万念俱灰 他的父母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他们不敢相信 曾经学习那么好的儿子 竟然没考上大学 于是他们便向胡文斌提出了复读 可此时的胡家哪里还有钱 胡文斌又哪里还有继续下去的意志呢 因此失去了信念的胡文斌 拒绝了父母借钱供他复读的好意 转头进入了城里 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 打工的辛苦 相信在座的大多数观众都有感触 而胡文斌在刚刚成年之际 便经历了这等坎坷 其中的艰辛大家都可想而知了 他做过杂活 当过服务员 干过苦力 可以说 只要是能够赚钱补贴家用的工作 他都做过 而这一干就是五六年 不过长此以往 有着高中学历的胡文斌 也知道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于是他便短暂的辞掉了工作 开始了思考人生 胡文斌渐渐的回忆起了 自己当年的初衷和理想 他内心的雄心壮志 也再度被激发了出来 他心想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眼 自己考不上大学 不如就进入一个前景广阔的行业里 时间长了 怎么也不会比大学生要差 于是 在经过了精挑细选之后 胡文斌选择了当时 人们都十分认可的气修行业 通过父母的关系 二十出头的胡文斌 来到了一家大型的汽车修理厂 在这里 他学到了很多气修方面的经验 并且在他八面玲珑的性格下 更是有很多老师傅 将自己的独门手艺交给了他 就这样 经过了几年的锻炼 胡文斌的手艺 已经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 甚至就连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会点名叫他修车 有着这般的名气 胡文斌果断的 将自己积攒多年的积蓄 全部拿了出来 开了一家自己的气修店 虽然面积不大 但自己做老板 总比寄人篱下要强 当然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家自己的店 胡文斌才有了接下来的传奇经历 之后才会遇到那个 属于他的真命天女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 不妨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视频即将继续 谢谢大家 就在胡文斌气修店 做得如火如荼之际 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 他得知了 当时的日本汽车制造业 气修业的前景十分广阔 于是乎 本着越做越大 越做越强的信念 便打起了前往日本学习经验的念头 手敢就干 胡文斌当即就关掉了气修店 买了一张船票 便东渡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之后 一开始胡文斌本以为 自己会因为中国人的身份 遭到歧视 但没想到 这些日本大型的气修工厂 不仅没有歧视他 反而因为他出色的气修手艺 对其予以了重用 当然 胡文斌也没有错失这个机会 他在这家工厂 勤勤恳恳认劳认怨 再加上 为人还十分诚实低调 没过多久 他的薪水 便已经比同车间的日本工人 还要多了 不过即便如此 胡文斌也没有感到骄傲 他反而是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那就是学习日语 为何会想学日语呢 据胡文斌本人介绍 他学习日语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想要弥补 曾经中断学习的过往 其二是因为他想要通过日语 和更多的大人物交流 从而在日本混出名堂 就这样 胡文斌开始了他白天工作 晚上去补课班 学习日语的辛苦生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一决定 让他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 珊珊加奈子 珊珊加奈子本是一位 日本市长的千金大小姐 父亲早已为他安排好了 今后的一切 但独立自主的加奈子 却并不想过这种平淡的人生 于是他便打起了学习中文 未来前往中国工作的念头 而他所就读的学校 正是胡文斌学习的那所 二人在偶然之下认识 他们一个想学习日语 一个想学习中文 自然是相见恨晚 而通过日常的学习 这对年轻人 也渐渐的生出了情愫 珊奈子十分喜欢 这个踏实肯干的中国男人 胡文斌也被珊奈子的 纯正善良所打动 于是乎 在一次共进晚餐之际 通过珊奈子的表白 他们终于是在一起了 他们刚在一起之际 可谓是如胶似漆 每天都腻在一起 久久不肯分开 但渐渐的 随着他们感情的逐渐深厚 一个现实的问题 却摆在了这对情侣面前 那就是 他们一个是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普通的农村小伙 一个是市长大人的千金大小姐 这般的家境差距 胡文斌肯定是没问题 但问题是 那位市长岳父会不会反对呢 于是抱着忐忑的心情 胡文斌在珊奈子的带领下 回到了家中 而最终的结果 也不出他的预料 另一位市长准岳父 立刻便拒绝了他 并且还要求女儿 不许和他来往 不过 你以为胡文斌 就会这样放弃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他怎么会放弃 眼前这个 如此爱自己的女孩子呢 因此为了珊奈子 他决定 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从而让岳父大人 同意他们的婚事 为此 他在工厂之中 是越发的努力 仅仅才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他便从基层员工 做到中层干部 但要知道 如何从中层做到高层 才是最难的事情 这可不单是需要努力的 运气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不过大家还记得 当初胡文斌 学习日语的事情吗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 为他的晋升之路 打下了建设的基础 他先是通过茶言观色 结交到了公司内的高层干部 干部们都认为 这个小伙子能说会道 并且工作能力确实很强 于是都对其寄予了厚望 他们不仅在平日的工作里 对其百般照顾 在公司一年一度的晋升考核之中 也全都投了他的票 有了这等的好人员 胡文斌后来更是受到了 公司董事会的赏识 正是在这诸多的个人努力 加上机缘巧合之下 胡文斌最终做到了 该气休起的核心领导人 有了这般成绩之后 胡文斌这才敢再度来到了 加奈子的家中 而这次 那位市长岳父 在看到了胡文斌 为了娶他的女儿 进行了努力之后 虽然还是不太情愿 但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最终也还是答应了这桩婚事 就这样 加奈子和胡文斌 在日本顺利的结婚了 他们的结合 顿时引发了当地的轰动 大家纷纷都在猜测 这个中国人究竟有何背景 竟然能够取到市长的千金 但通过调查后 他们却赫然发现 这个男人原本 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小伙 他只是通过自己 一步一步的努力拼搏 才赢得了市长大人的青睐 从一届工人 为了爱情 做到了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层 这般经历堪称是传奇 而这个消息 在不久之后 也传到了胡文斌的河南老家 当地百姓 无一不敬佩他的事迹 于是纷纷找上了 他的父母进行祝贺 胡文斌的父母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开心的不行 所以他们也一直 在给胡文斌打电话 询问他何时将儿媳 带回家看看 考虑到父母的年事已高 胡文斌最终 还是选择放弃了 在日本的事业 转而回到了祖国 在回国的几年之后 他们在老家河南新县 诞下的一儿一女 成为了幸福的四口之家 胡文斌在老婆的帮助下 事业是蒸蒸日上 现如今 他不仅在气修领域 收益颇丰 在房地产领域 也赚到了一笔 十分可观的收入 靠着这笔收入 他买了房和车 街坊邻居 看着幸福的一家 别提有多羡慕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结束了 之所不易 希望各位喜欢的朋友 可以多多点赞关注